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是单词 请大家把词翻到第241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うなつく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点头 手啃 也可以隐身表示理解 同意的意思 比如说 彼女はしっきりにうなついた 意思就是 他不停的点头 比如说 彼女の説明にはうなつけるところがある 意思就是 对她的解释说明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改めて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重新 再次 比如说 改めてお電話いたします 意思就是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再比如说 改めて事故の原因を調査した 意思就是 重新调查了事故的原因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的词源 也就是他动词 改める 意思是 改变 修改 改正 比如说 日を改めてきます 意思就是 改日再来 再比如 教科書の内容を改める 意思就是 修改教科書的内容 再比如 悪い習慣を改める 意思就是 改正坏习惯 另外 还可以表示 检查 检验的意思 比如说 切副改める 意思就是 检票 再比如 凝造改める 意思就是 清点人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改める的相应自动词 也就是 改める 意思是 改变 改善 更新 比如说 教科書の内容が改变 意思就是 教科書的内容改变了 再比如 彼の性格が急に改变 意思就是 他的性格突然改变了 然后 还可以表示 郑重其事 一本正经的意思 比如说 改变 意思就是 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 再比如说 改变 意思就是 郑重其事的说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噛む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咬 嚼 咀嚼 比如说 噛むを噛む 意思就是 嚼口香糖 再比如说 犬に手を噛まれてしまった 意思就是 被狗咬到了手 再比如 その文章は噛めば噛むほど味がある 意思就是 那篇文章越嚼越有韻味 然后 下一个单词是 へりくつ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歪理 贵便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的词源 也就是 理くつ 同样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理论 道理 也可以表示理由 借口的意思 比如说 理くつの上ではそうだが 実際はそうはいかない 意思就是 虽然在理论上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再比如说 そんなことは理くつにもならない 意思就是 那根本不成借口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日汉字理和曲的印度发音 首先是日汉字理的发音 一般读作 理 比如说 理念 理念 再比如 日汉字写作 理不尽的 理不尽 也就是 不讲理的意思 然后是 日汉字 曲的印度发音 一般读作 くつ 比如说 日汉字写作 退区的 台くつ 意思是 无聊 然后还有 日汉字写作 屈辱的 くつじょく 意思是 屈辱 侮辱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词组 気にする 意思是 关心 在意 介意 在使用这个词组时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词组一般接在 名词加上 兵格助词的 お 字号 比如说 彼はいつまでも 僕の言うことを 気にしているようだ 意思就是 他似乎总是很在意我说的话 再比如说 彼はあまり 貧乏 気にしない 意思就是 他不太把 贫穷放在心上 在这里 我们再看其他几个 由 き构成的词组 首先是 きがする 在使用这个词组时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词组一般接在 各类词的连体型之后 另外 这个词组还包含了 がする 这一表示五官感受的句型 所以这个词组的意思是 有某种感觉 或者有某种意愿 比如说 今夜は飲みに行く気がしない 意思就是 今天晚上没有心思去喝酒 再比如说 雨が降りそうな気がする 意思就是 感觉快要下雨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気がつく的用法 在使用这个词组时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词组一般接在 名词加上格注词に之后 意思是 注意到 意识到 察觉 发觉 比如说 自分の誤りに気がついた 意思就是 注意到了自己的错误 再比如说 気がついた時は もう病院にいた 意思就是 当我回国神来清醒的时候 已经身在医院了 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 気に入る用法 意思是 喜欢 重意 比如说 彼はすっかり彼女が気に入ったようだ 意思就是 他好像彻底喜欢上了那个女孩 再比如说 物事は全て自分の気に入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ではない 意思就是 事事并非总能如意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気になる的用法 首先 気になる可以直接接在 名词加上主格注词的が之后 表示担心 挂念的意思 比如说 息子の将来が大変気になる 意思就是 非常担心儿子的将来 然后 気になる还可以接在 动词的原型之后 表示 有意做某事 或者想要做某事的意思 比如说 二度と彼に会う気になれない 意思就是 不再想要见他了 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 気をつける的用法 是表示 小心 注意的意思 比如说 風邪をひかないように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 请小心 不要感冒了 好的 我们再看几个外来语 首先是Concord 是一个名词 是指 协和式超音速大型客机 然后是Lokkido 是一个专用名词 是指 美国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 然后是SST 同样是一个专用名词 是指 超音速运输机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是钟当当的响了起来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Aircar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气垫汽车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Hodo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人行道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日汉字 部的印度发音 一般读作 Hodo 比如说 徒步 拖火 布服 火哈巴 步行 火口 然后下一个单词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実用化 同样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在词干之后 加上する 构成他动词 意思是实用化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也看一下日汉字 实的印度发音 一般读作 机姿 比如说 实现 机姿源 实施 机析 实力 机姿力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形容词 かっこいい 意思是真棒 真帅 比如说 そのヘアスタイルがかっこいい 意思就是 那个发型真帅 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个在词形上比较相近的另一个单词 也就是日汉字写作格好的 かっこ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样子 外形 姿态 装束 比如说 いつものかっこでがいしゅつした 意思就是 穿着平时的衣服出门了 再比如说 かっこのよいことを言う 意思就是 说一些漂亮话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自动词 まじめくさる 是表示道貌岸然 一本正经的意思 比如说 まじめくさったかをする 意思就是 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もっとも 可以做形容动词使用 意思是理所当然的 合理正当的 比如说 かれの意見はもっともだ 意思就是 他的意见很有道理 再比如说 それじゃ 鈴木さんがおこるのももっともですよ 在这句话中的 それじゃ 相当于 それでは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 それじゃ 并不是表示那么的意思 这里的 でわ 是表示前向的条件 会引起后向的不良结果 所以 这里的 それじゃ 可以翻译为 如果那样 回到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在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 鈴木生气也是有道理的 另外 もっとも 还可以做接续词使用 表示对前向内容的补充说明 可以翻译为 话虽如此 不过 可是 比如说 今度の研修会には 全員参加してください もっとも 病気などの場合は別です 意思就是 这次的研修会请全体参加 但是 如果有身边的情况 就另当别论了 再比如说 彼の意見は正しい もっとも 彼の立場に立場の話だが 意思就是 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 这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所看到的观点 另外 还存在另外一个 もっとも 虽然发音一致 但是日汉字却有所不同 在日语中用作副词 意思是 罪 比如说 クジラは最も大きい動物的 意思就是 金鱼是最大的动物 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两个名词 首先是 少年 意思是少年 然后是 大問題 意思是大问题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很久以前 展望的 完全没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前 视频 来看前 私 知名者 想理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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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presenta約一晚上跑步ようになるし エアカーや動く歩道も実用化されるし 未来ってかっこいいからね 私は高志の真面目腐った顔を見て 思わず笑い出しそうになったが 考えてみれば最もな心配だ もし22世紀が うまいものを食べられなくなる時代なら 高志達少年にとってだけでなく 大人たちにとっても大問題だからだ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 Takashiは一人でうなつきながら 改めて肉の味を味わおうとするように ゆっくり肉を看んだ 在这句话中的味わう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品尝 体会 介绍 同时 这里的味わお 以意志型的味わお这一形式 后续とする 表示想要打算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阿笑自己一个人 一边点着头 一边好像想要再一次品尝一下牛肉的味道似的 慢慢的嚼着牛肉 然后下一句话是 また始まったわね Takashiのヘリクツが 这句话是口语中常见的道庄句 其正常的语句应该是 Takashiのヘリクツがまた始まったわね 意思就是 阿笑的歪理又开始了 然后下一句话是 ママが冷やかすようにいたが Takashiは気にもしないようで 在这句话中的冷やかす 是一个他动词 在这里的意思是 嘲弄 嘲笑 另外 在这句话中的提示注词も 用于词组 気にする的否定形式 也就是気にしない的中间 起到了强调否定语气的作用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阿笑的妈妈好像吵粉丝的 说了一句 但是阿笑却好像毫不在意 然后我们来看阿笑的话 首先是 でもやっぱり ボクはミライがすきだな 意思就是 但是我还是喜欢未来的 然后下一句话是 コンコルドや ロッキーと2270みたいな すごいSSTは じゃんじゃん飛ぶようになるし エアカーや 動く歩道も 実用化されるし 在这句话中 前后半句句尾的C 是用来表示 并列的接触注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像协和式超音速大型客机 和洛克希德2270式 这样的巨型超音速飞机 在空中飞翔 气电汽车和自动步行道 也广泛使用 我们再看下一句 ミライってかっこいいからね 在这句话中 促音加上T的形式 用于提起话题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未来世界非常的棒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私はタカシの真面目腐った顔を見て 思わず笑い出しそうになったが 考えてみれば もっともな心配だ 在这句话中的 思わず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 静不住 情不自禁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看着阿笑一本正经的表情 不由得想笑出来 但是仔细想想的话 阿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好的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もし22世紀が うまいものを食べられなくなる 時代なら タカシたち少年にとってだけでなく 大人たちにとっても大問題だからだ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 首先需要注意的 仍然是定语的修饰规律 在这句话中 うまいもの食べられなくなる 是后面的名词 极大意的修饰语 另外 にとって 是一个表示立场的句型 意思是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22世纪是一个无法吃到美味食品的时代 那么不仅是对阿笑这些少年 而且对于大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问题 不仅是对阿笑 不仅是对阿笑 阿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课再见 谢谢大家